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收看這一集 Stella陪你畫現稿的一系列的YouTube 然後很開心我們今天要來畫這個龍潭 我覺得我選這個題材 是因為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龍潭在我家附近 我竟然不曉得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老房子 然後旁邊的一個很特別的院子 然後幾個人坐在這裡聊天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氛圍 所以我們可以來聊一下 然後在開始之前 Ru想要讓各位觀眾 如果你有喜歡這一系列的節目 對你有幫助的話 然後你一定要幫忙 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然後或者是訂閱然後分享 然後讓我 這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讓我可以繼續的做下去 讓更多人因為這樣子可以跟我一起進步 然後為什麼我會想要出這一系列的畫現稿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平常不管我有沒有上課 我自己就是這樣子練 然後我在上課的時候覺得 學生實在是太缺乏畫現稿了 因為他們就可能一個禮拜上一次課 然後一個禮拜畫一次 然後真的需要多畫現稿 多畫現稿就會發現自己可以進步的很快 好那我們配話不多說 我們就從這個建築物開始 好首先我們一樣的我們會 找到這個建築物的大的形狀 OK 所以這兩個這個建築物的透視 這一邊的透視是 就是微微的往往左邊 然後另外一面 我先把這三條好了 這三條線就是第一條直線 第二條第三條把它畫出來 然後他們中間的比例呢 大家也要看一下 這一條到這一條之間 如果第一條跟第二條畫出來 他們兩個的寬度是這樣的話 那你用手指頭比一下 那這個的比例 跟這個比例相較的話 可能它是 是大概多寬 然後找到 找到它的位置 然後把它點起來 或者是你也可以找一個 橫軸 橫過來的話 它是橫跨這個房子的這個區域 這邊是橫跨這個房子的區域 這是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是 喜歡找透視點的話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把透視點找出來 把透視點找出來 把透視點找出來 就是這些 橫線 它們會 在某一個地方 交在一起 比如說這個透視點可能就在 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的透視點 可能就會在 左邊的透視點就會在 遙遠的左方 所以你可以找出透視點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你可以運用比例 或者是斜度 我有時候會運用斜度 因為有時候透視點就是在很遠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不好找 然後我就用這樣的方法 那因為這個房子也只是一棟而已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不會太難找 就是沒有那麼多複雜的窗戶 可以不需要找出透視點 我覺得我覺得是OK的 好 所以我們就先找出這幾個線 剛好這兩個房子的面 然後之後我們再來找出這個屋頂 這個屋頂的斜的頂點好了 我拉一條 直線下來 它大概是 這一個面的一半再偏右一點 然後之後找到這個點之後 再把它連起來 然後這個屋頂這個房子的外觀 就這樣出現了 好我們就開始 開始 首先就是先 這一個 這邊 過了一點 過了一點 這樣 這樣子的 然後剛剛說三條線嘛 一條 兩條 然後以這個方形為主 我覺得第三條 約略 以它們兩個的距離為主 第三條約略在這個地方 一二三 大概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找一個 剛剛說找它的橫軸 另外一個 我拿 另外一個橫軸 這樣對過來 大概對到這裡 這個的橫軸 對過來 大概對到這裡 對這個橫軸 對過來 這裡 然後這個 這個橫軸 橫軸 對過來 大約在這裡 大約在這裡 對過來 那我剛剛量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現在覺得它應該在 如果它是這樣子的話 對一下 大約在這個地方 會比較適合 所以去找到它的 它的比例 然後 它 連起來 這剛好就是 這個方形 然後 這個屋簷的頂點 我們剛剛有說 它大概是 中間線再偏右一點 所以中間線如果是這裡 偏右一點 大概在這裡 畫下來 OK 那我們要 我這邊要特別的 特別的說一下 就是 即使是這三條線 來 分享一下 即使是這三條線 它 都是有一個透視 它會 微微的往 往天空變窄 我們平常眼睛看到的是 3D的世界 它轉換成 紙張2D的時候 它絕對不會 不會有 很不會有平行線 就會 每一條線都會有它的透視 所以要注意一下 這三條線 它是微微的往 天空變窄 好我們剛剛畫了這個 那我們現在來畫 這一層 這一條線 大概是 這一個方形的 一半 再下面一點 然後現在我們把這個 這個方形分成了 下半部跟上半部 然後之後在這裡 剛好是上半方形的 三分之一左右 我們找到了這條線 再來這個地方 也找到一個小小的屋簷 然後在這兩條線中間 我們也找到了 這邊有一個窗子 窗台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遮雨 遮 然後這邊也有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先把 等一下會把這一面畫出來 然後之後這個 這邊會有一個燈籠 大約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然後你把它分三個 所以就會三個燈籠出現 好我們現在把這一面畫 好 剛說大概在一半下來的位置 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到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屋簷 那一樣都是 都是往左邊 慢慢的 就是要這邊這邊 這幾條線都要有一個 透視的感覺 好然後這邊的三 這一個方形 上面這個方形 三分之一的位置 要在這裡 我們找到了 把這個拿進來 我們找到了這一個 好接下來我們要找這一個 這個窗 好 好 在這邊 有一點 妨礙我畫 我要移到這邊來 是 是這一個 窗子的地方 好 這個窗台這裡 然後這個窗台又分割成這邊 這邊一條 然後這邊 擠一個兩個三個 這樣子 剛好就窗台的位置 然後在這裡有一個 小小的雨遮 把它畫出來 然後下面又一個 小小的 很可愛的 雨遮 把它畫下來 好 那邊燈籠 剛剛一樣 我把它 先畫一個 長條形 然後分成三個 所以就 一個燈籠 兩個燈籠 三個燈籠 就連這個燈籠 還有它的 也是遵循的這個 這樣子的 透視的感覺 好 好 這個是房子的 房子的裡面 可以 所以 這一條線 如果拉一條 直線 大概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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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 好 這個是 房子的裡面 這邊 這邊有一個柱子 從這邊下來 好 這裡有一個 小矮樹 所以 畫一個小矮樹 好 這邊有一個 大石頭 我覺得 大石頭還蠻有趣的 這個地方 有一些 腳踏車 等一下我們再來畫 這裡有一個 機車 這邊的機車 我們 等一下 現在再來畫這個機車 但是它大約的位置 會在這個地方 落在這個地方 我先把它大約的位置 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 畫畫不是在 畫它的 有多像 我們在找它的位置 在那裡 好 我們畫完這一面 我們接下來畫這一面 然後跟 那幾個泡茶的人 好 剛剛這一面 是我們 我們已經畫出來 剛剛這個我找一條線 然後大約在中間的位置 我覺得 是中間的位置 所以 差不多 中間的位置 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找這個 這一個 伸出來的地方 我們以這條線為主 它大約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三分之二的地方 是它要伸出來的地方 然後 這一條 大約在 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這裡有一條線 這邊也有一條 然後就畫 就把這個屋簷伸出來 然後這中間又有一些 花花草草的形狀 大約是這樣子的形狀 然後我們把它 標示出來 OK 好 大約是在 以這個為主 然後這個伸出來的 這一條線 大約是在這裡 然後它 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的 一個形狀 好 這是 這個 生出來的 這個形狀 大約是長這樣 然後它有一些 草啊 從這裡就開始有一些 植栽 這邊 這樣下來 這裡有幾個窗戶 先把這個 直線畫好 然後畫 雙方的透視 然後畫出來 好 然後 就這一個 這個機車旁邊也有一棵小小的樹 然後這邊有一棵 大棵一點的樹 這邊有幾個 幾個人 這邊有幾個 幾個人 這個 好像是重複這種 像屋頂的感覺的 形狀 的一些形狀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是 有趣的 有趣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畫這三個在聊天的 13個在聊天的人 其實畫人並不難 我們要先把他的位置大概是這樣的位置找出來 然後以這個岩棚為一個基準 然後他大約是這三個人大約這麼大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一個找出來 然後之後這邊有個桌子 然後之後再把這個人 他的身體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這裡有一個腳從這裡出來 然後屁股 然後這邊也是 這邊是一個人的上半身的形狀 然後再來找出腳、腳腿怎麼做 然後之後再跟屁股連起來 所以人的姿態其實就這幾個再重複這樣子 然後之後再把頭放上去 所以非常的簡單 好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 我剛剛講的 這三個人在這個位置 以這個空間為主的話 這三個人大概是 它可以大一點、小一點 有一些誤差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那我們剛剛說的 就從一個桌子 在這裡 那從這一個人開始 這個人的身體 這樣子 然後他的腳、小腿 那之後 就連著屁股過來 然後剛好這邊有一個 然後剛好這邊有一個 椅子 這是他的 我把它畫了黑黑的 就不代表他的小腿 然後再給他一顆頭 所以頭是最後上去的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 以這個大小為主 這個人 先畫他的身體 然後也一樣 他的小腿 大約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他跟屁股連在一起 然後再給他一個頭 然後他的手是這樣伸出來的 那另外 另外旁邊再一個人 另外一個旁邊的人的腳 就沒有那麼的清楚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你如果放大看會更清楚 但是我覺得 有很多東西不需要放大看 因為我們 只在畫一個 一個意境、一個感覺 我們沒有要畫很精緻的 的素描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我們的線稿就完成了 然後我想 要不要來畫 畫後面 後面的這邊有幾顆大石頭 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畫出來 然後後面有一些樹 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有趣的 這個地方還蠻有趣的 搞不好 畫完了這個之後 之後 我也覺得應該要去拜訪一下這個地方 這後面好像是樹還是 牆還是大石頭 沒有特別的清楚 但是 它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形狀 這邊 這邊衍生出來的 另外一個建築 另外一個建築 在這 就這個建築 然後衍生出左右兩邊的建築 好那我們來畫這一台 這台摩托車 這台摩托車是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看一個 比較明顯的形狀 這一個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 然後龍頭 之後 以電 不小心 畫台 以電出去 然後這個下來 這邊就有個 後面的輪胎 所以看起來OK 我們先來把它拆解成 這是剛剛說的前面的 地方 這是龍頭的形狀 有一點像一個倒梯形 這是輪子的形狀 有一個長形 然後這是 坐墊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樣子 一個形狀 然後 接下來這個是 輪胎 OK 線搞大約這樣 然後我們要開始上上色 OK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上色 OK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上色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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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紅色的屋簷它很有特色 所以這個一定要畫出來 這個一定要畫出來 這裡 這裡的屋簷有個 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畫一個大略的形狀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剛剛所忽略的有些凸出去 有些凹進來的一些細節這個時候 就是凸出去的凹進來的都要補上去 這是一個柱子的厚度 在這邊出現柱子的厚度 好 在這裡 像有幾台腳踏車 這邊有 裡面有一根柱子 有時候一些不起眼的 的景 然後你試著畫看看 其實畫出來 都還蠻有趣的 這個腳踏車我先把它的車輪 大概在這個 車輪的落地點 畫出來 然後 跟龍頭啊 然後通常腳踏車的結構不就這樣斜斜的 然後齒輪在這裡 其實它 這些 腳踏車啊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常常見的 所以 對我們來講都不陌生 即使自己 即使它沒有很清楚 我們都可以畫得出來 好 開始畫一些 它的明暗的地方 這裡有 一些紙摘這樣 落下來 這邊一整片啊 其實都是 暗部的地方 我就整個 整個一整片這樣畫 然後但是留下 垂下來的葉子 留下垂下來的葉子 不要塗 一整片 暗部 不同的方向 好 這邊幾個窗 比較暗的地方 慢慢的把這一些 暗暗的地方 畫起來 然後 把這些 啊 啊 樹的 暗部 畫出來 這邊有一條暗部 這裡看不清楚 這裡看不清楚 這裡好像有 窗子可以 打開的感覺 窗子可以打開 然後這邊還是一樣 很多的 植物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表達這個 這個植物的感覺 好 我先 後面的 這 一整個 一整個 把 他的 暗部 先把他 整個 處理起來 好 把這整個樹的 有時候 有時候我會 那個 橫線的 位置會換 然後 如果你覺得 你不曉得 該怎麼樣 換這些 橫線的位置 其實你也可以 都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 方向 就可以了 那我會 換方向 是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葉子這樣長 有時候葉子這樣長 那我覺得 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 也許這邊是另外 一 一株樹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 這是後面的樹 可以自己去 創造 是一個 大石頭 那我 在想 我要怎麼樣 揣摩這 這三個人 其實它是在暗部裡面 然後這個暗部裡面 又有一些 植物的感覺 我現在開始很後悔 我選這個題材 因為我覺得不好發揮 然後把這個 暗部的感覺畫出來 然後又要覺得好看 不過不管它好不好發揮 就是什麼題材 我覺得都 都可以練一下 就是 我希望這堂 Stella陪你一起練線稿 的宗旨就是 不管什麼樣的題材 我們都可以來 都可以來試一下 你們的暗部 暗部 暗部不一定要 畫得 黑不隆東的 畫得很暗 暗部它最主要能夠 襯托出 亮部的感覺 就可以了 這邊好像還有 一個椅子 覺得蠻好看的 把它畫出來 好看的 好那我繼續的 經營這裡的暗部 這個 這個的暗部 它能夠 然後 襯托出這個 屋簷的感覺 所以它要好好的 去經營它 然後 這個屋簷的感覺 那這邊有一些葉子 我可以用 用一些葉子的形狀 一些小小的筆觸來 來代表它 在裡面的 還要不要再加你 然後讓它 你可以用一個小的筆觸去 然後把它化掉 然後拿著它 然後用一個小的筆觸去 然後用一個小的筆觸去 然後把它做到 一個小的筆觸去 裡面的小的筆觸去 暗部 非常的暗 所以我用 慢慢地把這個暗部的這邊的量跟暗的對比做出來 這幾個樹葉的形狀覺得蠻好看的 把它滑出來 還有一種靜靜的感覺 所以 這邊有一堆樹 那你要怎麼樣處理這堆樹 讓它雖然是一大片 但是又要有它的 一組一組的 的感覺 那我沒有 我想說就沒有打算照著 照片這樣 我一邊照著照片一邊也 憑著自己的感覺 去 去讓這一組的樹有一些前後的感覺 那怎麼樣讓 物件有前後的感覺 其實 比較深啊 比較 比較多細節的 物件它就會往前 比如說我現在一直在畫這裡 然後我沒有畫那麼多這邊 那這邊就會感覺是後面的樹 那這邊就會感覺是後面的樹 這個筆順 要怎麼樣 是要這樣畫還是要那樣畫 就是 跟著我們的 這個 這些線條呢 有一個 規則 規律 就是 不管它怎麼樣畫 我們都要把我們的眼睛帶回 到這個建築物裡面 它的 主體 就是在這裡 跟著三個人 我們的褲子是深的顏色 這邊有一點 沒有非常的 清楚 所以 也不需要畫得很清楚 但是我隱隱約約 我們看得到 這些角 的位置 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這裡好像有一顆 石頭 這裡有一些 石頭 這個 地方好多石頭 這裡有一些 柱子的厚度 就把它畫出來 然後這裡是 我們畫完了這邊之後 這邊再多一棵樹 就可以跟它 達到一個平衡的感覺 就可以跟它 達到一個平衡的感覺 然後 兩邊的樹 這樣就會讓它有 平衡 這邊有兩個窗 我畫畫的時候 會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有時候不一定會把一個 東西畫完 因為 因為 就是 你在畫的時候 是整個這樣一起看 所以你會 覺得 這邊畫完了 這邊缺少一個東西 跟它抗衡 然後就會跑過來畫這邊 去看 看 這裡 是 一片 的 看 這 是 我們 可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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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把这个摩托车的轮胎把它加黑 加黑的同时你就会感觉到 这台摩托车因为它比较黑 它往前跳了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往前的层次 然后这里有一颗属的暗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线条 这一个区块其实它是蛮暗的 但是我一直在考虑我要让它多暗 还是保持这样的亮度 这个都是我在画画的时候会一直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不想我不一定会照着照片完全的去诠释它 因为照片可能这样的光线不好看 然后我会自己去加强一些我认为 比如说我现在在加强 比如说我刚刚画了这个裤子 然后这个轮胎 然后就会让某些地方往前跳 然后这个是画面里面没有提供给我 但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画比较好看 然后这边的窗条也很有趣 所以我把这边的窗条 再多琢磨一点 这里的窗条 它有一个它的弧度 就像我们平常画这个树一样 它是有弧度的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弧度画出来 这个地方不好去处理 但是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用一些笔触去暗示 用一些这样子的笔触去暗示 它是一片一片的叶子 有别于这里是用排线 这边我也会分它的深浅 但是用它分它的深浅 是用一些小小的笔触去分它的深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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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几个牌子 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形状还算不错 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形状还算不错 有一些砖瓦 这是一个这个素材呢它并没有太强烈的那个光线 所以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没有 因为我们出去画画出去写生 有些时候它是没有很强烈光线的 阴天 阴天也可以画 虽然是阴天但是它还是会有它的 比如说这边比较亮啊 这边比较暗的感觉 还是可以 好这边我要让它比较暗一点 但是它没有暗太多 所以我的排线的间距比较大一点 这里 石头的 瓣面 让它有不同的面 一面两面三面 就是任何的石头 或者任何的物件 出现三个面向亮灰暗 就已经很足够了 这边有一些草 画出一些草的感觉 这边它的头发 把它加黑 我觉得这个草高快要完成了 我用的是0.4的笔 然后我没有换不同的0.1或0.2 我觉得一支笔 然后带着走 然后可以画任何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方便 这边有一根电线杆 可是因为这根电线杆它是往这边的 它会把我的视线带出去 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要画那个电线杆 然后如果把电线杆 回来的话 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一幅画的平衡的地方 就是靠这两个暗部 让它这个建筑物平衡起来 这边有一些它的影子 画一下 偶尾退远一下看一下 偶尔退远一下看一下 这边有些东西 再次提醒他 这边有点 像是有点 這些影子稍微加強一下 就會有讓人家有那種光影的感覺 我並沒有覺得說我現在畫的是多精緻的素描 我把自己的影片定位成一種草稿 然後就是走到哪裡可以畫到哪裡的那種草稿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氛圍畫出來 之後它可以幫助你創作 不管是油畫或者是水彩也好 那我喜歡我的草稿保持的這種粗獷的感覺 鬆散的感覺 因為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帶到我的水彩裡面 然後我希望我的水彩也會保有這種粗獷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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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 希望大家今天畫這一張 也有感受到那種 慢慢畫的漫畫素描 慢慢畫的漫 不是那個漫畫 就是很多的細節 都是在慢慢的心平氣和的時候 我們慢慢的經營出來 這是非常療癒的 這邊有幾個磚的痕跡 我也把它 到最後就是再加一些小小的筆觸 目的就是讓畫面有更多有趣的線條可以看 那這些筆觸是不是全部都要讓它上去呢 這個就因人而異 就是你要去評估 你覺得這個上去了好不好看 比如說我現在加了這個東西 加了以後好不好看 然後我覺得還好 所以旁邊就不加了 所以並不是 照片裡面有什麼 然後我就畫什麼 那要怎麼樣培養出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分辨 照片有什麼要畫什麼 有時候照片有的東西我們不畫 那其實沒有別的更快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畫了以後你就知道 你畫了以後你就知道 欸不好看下次 下次你再遇到一樣的 你就不會把它加上去 所以不要小看 犯錯或者是畫不好 畫不好都要覺得很開心 因為你就知道下次怎麼畫得好 好 大約這樣子 我覺得 這樣就好了 我有把整個氛圍表現出來 就是最重要的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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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這個幾個線條 Random的加深 讓人家覺得知道說這個是一個屋簷 那這個屋簷一定不會是直直的線 它會有屋簷的這種凹進去的感覺 好 畫好了 我覺得 這一張的難度在於它沒有很 很多的光影讓我們可以去發揮 但是 但是 你畫下來以後 去 藉由暗部來襯托這個房子 然後去 加一些 你覺得好看的加進去 不好看的 就不加 那我覺得這樣感覺 這個粗獷的感覺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特別我喜歡這兩個 這兩邊的樹達成的平衡 然後它非常的重要 它一定要有他們 不然沒有他們 你看我就只有畫這個建築物 這是一個多無聊的事情 一定要有他們來襯托這棟建築物 然後也有這三個人 才能夠講出一個故事 覺得說這個建築物 是一個泡茶喝茶的地方 所以偶爾練習一下 不是太有光影的物件 我覺得也是不錯 也可以 也可以有很漂亮的畫面 OK希望這一集 對大家會畫得也開心 那我們 這集就到這裡 OK 拜拜